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殷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373集 你所厌恶的人 你的敌人 取得了耀眼之极 你拍马都追不上的成绩 你应该怎么办 这种痛苦 想必夏紫玉现在是深有体会 她都不能自欺欺人 电视里报纸上清清楚楚刊登着夏小兰的照片 作为玉男史上颜值最高的高考状元 印着夏小兰照片的报纸 简直卖到脱销 很正经的报纸 都快被夏小兰的照片搞成娱乐版面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有啥新电影呢 不是新电影 是高考状元的照片 是 长得和以往的高考状元是不太小 但长得好看也不是高考状元的错呀 反馈都是正面积极的 没办法 高考状元的光环太耀眼 凭着一颗聪明的头脑 不会再有人觉得夏小兰是狐狸精长相 当一个人有了不能忽视的成就 从前那些受到诟病的地方都会变成优点 只允许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 虚发怒章不修蝙蝠 不允许高考状元 长得好看吗 过于艳丽妩媚的长相 被高考状元的光环一照 省台的领导都说是青春亮丽 积极阳光 这就是主旋律的基调 夏小兰用成绩证明了自己 再多的污水都会被驱退 这招数夏紫玉也用过 因为有出息 夏紫玉可以得到夏家人的全部偏爱 可以掌握舆论 胡乱摆布夏小兰的生活和命运 当伪学霸遇到真学霸 夏紫玉的那一套就玩不转了 她给记者递纸条 认为记者会对深度挖掘 高考状元的过去有兴趣 哪知电视台的新闻 报纸的新闻 题都没有提一句 没有说夏小兰坏话的 全是赞誉 616分 甩了全省第二名45分的成绩 全国的大学都在排着队 等夏小兰挑选 她可以去最顶级的学府 夏紫玉当时就气血上涌 吐了一滩血 回到商都后 她更是白爪挠心般难受 她也付出了四年的汗水 没有一丝的懈怠 不过也只考了京城师范学院 夏小兰去年才插班念高三 只有一年的时间 随随便便就考了个省状元 夏紫玉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 看着父母惊慌的表情 夏紫玉心情更是暴躁 紫玉 现在咋办呢 张翠的恐惧已到达临界点 夏长征没了一只手 夏小兰成了省状元 好学生会受到哪些优待 张翠比一般人更深刻了解 夏紫玉从前就是享受这样的优待 在读高中时在高考后 好学生说的话 不会有人怀疑 好学生做的事就算是错的 那也能变成对的 他们一家人从前是如何收拾夏小兰 现在情况即将颠倒 张翠只差把自己活活吓死 夏紫玉很不耐烦 问她咋办 她咋知道 都怪她这对父母没有能力 如果之前就把夏小兰死死摁住 让对方没机会离开夏家 又怎会有今天 她说报考了京城的大学 看来是要和我不死不休了 我这趟回来 本打算带你和我爸去京城 现在这种情况 去不去得让你们自己选 小吃生意当然辛苦 两个人把摊子撑起来还好 可夏长征没了一只手 夏紫玉只能接受父母的生活费用 她想着 自己已经开始的补习班生意 觉得多养两个人并不成问题 怪他们没本事 他们也是自己的父母 夏紫玉还是想管的 女儿要接自己去京城享福 夏长征差点就一口答应下来 张翠却是怕了夏小兰 夏小兰去京城就太好了 她真的一点也不想和这个煞星 待在一个地方 要去的话 你弟弟咋办 张翠这话 让夏紫玉气不打一处来 能咋办 当然是放在姥姥家照看了 她有再大的本事 在京城也只是个学生 还能给夏俊宝安排好学校不成 夏紫玉真是心灰意冷 这就是她和夏小兰不同的命 夏小兰够心狠 亲爹说不要就不要 她却要被这一家子拖累 是舍不得夏俊宝 也是不想陪她面对夏小兰的报复吧 夏紫玉咬牙切齿 我明天就回京城 你们愿意走去收拾东西 不愿意去就留下 张翠看出女儿生气 赶紧找补 要去京城不看介绍信呢 要看介绍信 我和你爸就要回趟大河村 张翠真是一点都不想回去 夏长征的手弄成这样 做生意没有赚到大钱 回去干啥 被死老婆子笑话 夏紫玉一家人 犹如惊慌失措的小麋鹿 要远离夏小兰的光环 全家跑路 可刘芳和梁欢咋跑呢 夏紫玉在京城上大学 刘芳在百货商店当售货员 梁欢还在上学 他们只能老老实实 待在河东县 夏小兰是高考状元这件事 简直是千万根针 同时扎进刘芳心口 她就算对梁欢再有信心 也顶多是对梁欢将来考个大学 有期待 做梦都不敢做 梁欢能拿高考省状元啊 夏小兰偏偏就拿了 刘芳争强好胜 看不起娘家人 看不起所有不如她的人 拿自己的长处 比别人的短处 随意对待夏小兰 还阵阵有词说夏小兰不会投胎 没有梁欢天生好命 除了一张脸 没学历 没户口 没工作 但现在 夏小兰成了高考状元 这些东西 夏小兰全部都拥有了 高考状元 可以挑最好的大学 这是学历 高考状元大学毕业后 也会有好单位抢着要她 这是体面的工作 和工作同时解决的 就是户口 一次高考 夏小兰逾越龙门 击碎了刘芳最后的骄傲 梁欢之前还惦记着周成 阴绰绰地打着小算盘 想找机会挖墙角 这下子也歇菜了 梁欢也想不出 周成会舍弃夏小兰 选她的理由 唯一比夏小兰强的家事 随着她爸的去职 也不复存在 从安庆县回家的路上 母女俩一句话都没说 艳阳高照 母女俩心头的阴霾 却是烈日都无法驱散的 要命的是 夏小兰的消息无处不在 晚上一家人吃饭 新闻联播后 省台开始放起了 高考状元的采访 梁炳安一脸惊愕 梁母没有察觉 就说了句 今年的省状元是安庆人 还和刘芳有几分笑 你那个外甥女 是不是也姓夏 梁欢刷的一下站起来 掀翻了饭桌 就是一次考试 有啥好说的 有多了不起 不就是沈状元吗 不就是沈状元吗 她掀了桌子 还没挨骂 自己却呜呜哭起来 因为梁欢心里明白 高考状元 就是了不起呀 我认为了